昨天读余英时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行理学的宜童 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 让我知道我自己对中国历史上 中国思想有很大的不足 也让我对中国思想第一次觉得有些热爱 而且是很惊艳的很狂热的这样一种热爱 当然是一会儿我再说为什么 首先我在读苏世传的时候 我知道宋朝的时候 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 经常是要听从宰相大臣们的建议 另外大臣之间的争斗也没有那么残酷 苏世和王安石之间的争斗 经常是你下台 然后我的党派都跟着下台 然后另一派上去翻来覆去 但是也没有斗到把对方止于死地的这种样子 当然这也是我可能知识并不完全 但是至少大的方向是没有到其他朝代的那种必然要把你杀死的状态 比如说苏世 把他扁到岭南 然后又扁到海南 然后我知道苏世一家 他也很害怕后边会有人来 后边有人跟踪 也会有人会暗碍也许 他也是非常的谨慎 但是他还是并没有死掉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他自己也是知道的 并没有到那么残酷的境地 然后苏世在被召回的时候 他路过南京的时候 这时候王安石也已经下台了 苏世还去看望了他 这说明他们之间的理念虽然不相同 但是对对方的才能的赏识还是有的 也不是说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那个状态 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就感到很惊异 但是我并没有想太多 但是读了余英石先生的这篇文章 我就知道宋朝的政治生态是一个非常良好的 非常现代的一个状态 我这里当然现代这个词也要打引号了 这一点我想要跟英国大宪章时代的相比 因为从前我认为这个现代文明 现在的议会文明还有现在的这个民主社会 都和这个英国这个大宪章是这个时候是离不开的 因为英国的这个皇权并没有那么极端 然后呢这个大臣们的议会等等的有一定的权利 所以呢这样的话两边有制衡 这个君主立宪制是非常成功的一个 也造成了大不列颠的这个繁荣 还有他在世界上的这个独宰的这个地位 那我觉得中国远远达不到那个地步 所以中国人根本就不必要想这样的一个事 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是没有享受到 现代文明的这个影响吧 那我觉得从基因里面就可能就是不行 但是呢看了余英时宪章这篇文章 我发现呢其实不然 在宋朝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和这个大宪章时代的一个 政治生态很相近的一个时期 当然可能还是有很多不同 我并没有仔细研究 但是呢我也可以看到在宋朝的时候 皇帝和大臣之间这个关系 因为皇帝呢实际上是把很多权力 交给宰相和大臣班子 然后这个君臣甚至有点这个君主立宪的这个样子 当然的时候缺乏的是没有宪法 可能中国和大宪章时代的这个区别呢 是没有宪法没有一个宪章 但是呢 君臣之间的这个这个政治关系 不是一个大臣完全是听命于皇帝的这个这个样子 这个生态还是有一些近似的 然后呢这个大臣之间 我刚才也提到这个舒适和王安石的这个关系 他们也没有到那种你死我活的境地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土壤吧 这就让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历史又有了一番新的思考 并不是说一无是处的那个样子 宋朝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年代 我们大家都知道宋朝的时候呢 是商业非常发达 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其实已经很成型了 但很遗憾呢 宋朝并不是一个岛国 所以呢 他尤其受到这个北方蒙古族的侵略 还有其他晋朝等等 所以他这个制度没有更好的发挥出来 没有发展起来 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 否则的话 也许宋朝的这个制度进一步的发展成君主立宪制 或者是有更好的宪法 也是也是说不准的 当然这个能提出宪法这个事情还是很困难的 我们也许是在梦想 但是至少这个政治生态是在哪里 那相比较来说 余英氏先生说到明朝 那就远远不是这样了 明朝的这个皇帝 朱元璋本身就是一个武士 是一个不太有文化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他在建国的时候 也知道这个武士可能不一定能治国 而选择了一些文官跟着他 有时候还会表现出比较谦卑的姿态 但是从骨子里他是瞧不起读书人的 所以这个读书人最后实际上也看出来 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读书人说 我不想我当官了 然后呢 在之后呢 也有很多人也看到这个 这个皇帝是无法与他共事的 他对这个儒家是一个既羞辱又鞭打的这个这样一个皇帝 这样呢 我们在余英石先生的这篇文章里 我们就看到这个宋明两代的这个政治生态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也看到这个宋朝的时候 宋太祖也是一个 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官 虽然是带兵的官 但是还是属于贵族吧 也许是因为这一点 他实际上呢 是还是有一定的文化的 有一定的这个贵族气息的 所以他也能够容忍这个诗 他也受到唐代诗各个方面 文学方面的熏陶吧 所以他立了一些规矩 然后他的后边的宋代的皇帝也是遵照的来执行 认为这是祖上留下来的 所以他们对世 对有文化的人是非常推崇 我们也知道宋朝呢 宋徽宗等等 还是这个简直是艺术家 是有时候可能是不理朝政 但是不理朝政不折腾 反倒使得宋朝是非常的发达 宋朝的破灭并不是他自己的制度 至少他的制度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发达的 是因为外部也满足的入侵 当时还没有更先进的技术 所以他可能不能抵挡铁蹄的侵入 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吧 那明朝我们就看到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皇帝 是一个 也不能说他没有能力吧 他当然是很有能力 但是他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很可怕 所以他从他的祖上的时候 从这个明太祖的这个时候 就不会就没有留下这种对有文化的人这种尊重 所以一直到最后他这个朝代都对秀才都是非常的不屑的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余英石先生在这里谈到宋明两行这个礼学的这个一同 宋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朱喜他的礼学 然后这个也强调是 儒家的功能就是要和这个要行道 要得军行道 也就是帮着君主来使得国家变得更好 有秩序 这是儒家的一种共识 所以朱喜的时候 他所带领的儒家这个学派是跟皇家是或者在朱喜之前也是 朱喜就是把这个当时他是儒家整理出他这个礼学的这个project 这个大的怎么说 大的一个规范吧 但是这是因为这个皇族是是愿意和世主一起来共同商讨这种秩序 愿意采拿儒家的纲领 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因为皇帝并不并不愿意采拿这个我刚才说到他甚至对儒家是一种不屑 是一种嘲弄等等羞辱这种方式 所以呢产生了这个王阳明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理学 王阳明就是完全摒弃了这个朱喜的这种儒学 他呢就是说外在并不是那么重要 而是在心这个心学心心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自己的心首先要要改变 那么王阳明我读了之后呢 也感到王阳明确实是非常一个伟大的人物 也也也确实是不奇怪 这个历史上这近代这么多伟大的人物 都对王阳明非常推崇 虽然说这些伟大的人物当中 有些人也并没有做好事 但是他们都认识到王阳明的这个 这个动的这个 敢于行动的这个状态 王阳明他提到这个心 他并不是像其他的儒家那样说 自己把自己的心治好就可以了 王阳明能认识到自己的心的重要 他也认识到这个老百姓的心 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他力图是这个普及民众的这种 新的这个修养的这个提高 这个呢也让我感到非常的 这个觉得是非常伟大 是因为我从前也读过这个福泽玉吉的文章 福泽玉吉对儒家 就是在他的里面 在他的文章里面写到非常看不起恐梦 因为他们恐梦呢只是想要当官 如果没有坐上官呢 他们就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到处像丧甲狗一样 福泽玉吉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 就是改变民心 所以我当时呢 从福泽玉吉这里的 也是觉得确实儒家是这种心态 孔子确实是这样的一种姓氏 我们也知道儒家在历史上 一直愿意附着于皇帝权利 这样的话并不是太多的在乎民众 对民众的作用可能更是起到这个迷惑 鸦片的这种作用 让他们均均沉沉等等 这样一个看法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又有些改变了我的看法 就是说这种与朝廷合作的这种方式 看怎么样一个合作 在正面的意义上来说 也不一定是错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文明 比如说英国 我们最崇拜的一个政治生态 它就是有议会 议会在辩论 那么大臣在宋代的时候 实际上他也是具有议会的这种样子 当然说肯定是不完美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恪求 在那个时候可能也就算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儒家 比如他想要扮演一个议会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也没什么错误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当然说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是他的不足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 所以儒家这种依附于政权的这种这个样子就不值一看 就觉得都是错的 假如说这个没有儒家这个努力 那中国可能还是一个野蛮的一个社会 那岂不是更不好 所以儒家也是尽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说像道家那样逍遥于外 我们今天有的人包括自己也经常这个反儒尊 尊道 认为道家更潇洒 但是道家再潇洒 他也是有一个顿视的这种意境 他可能并不能够解决这个社会上的问题 我们也不能脱离社会 从这一点上儒家还是比较这个正面的 他愿意积极的去努力 所以如果儒家能够发展到这个parliament 他议会的这种状态 那当然就是最完美了 所以读完于英时先生的这篇文章 我对中国的历史 尤其宋朝和明朝的区别 还有儒家又有了新的认识 那么最后我还是想谈到王阳明的这部分 王阳明其实对日本明智唯心的时候 是影响非常大的 这一点也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我以为是明智唯心的时候 日本的明智有志之士 是摒弃了儒家中国的这一套 而全面吸收洋人欧洲的东西 但实际上他们当时仍然受儒家的影响非常之大 而且他们其中有很多人 一直是非常尊重王阳明的 尤其是一些我们知道的 像海军军官东乡 他在他的箭上就写着杨明 而是杨明和朱喜的思想比较起来 他就是一种行动派 王阳明认为 他不光是自己的心 而且要启迪民众的心 就是最妇孺他都要去启迪 他甚至和一个聋哑的人一起交谈 能够希望能够得知道他们所关心的事情 并且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传授给他们 所以这样看来我觉得这个王阳明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 有些人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人物是孔子和王阳明 那么我现在也确实是觉得王阳明非常的伟大 那我本来是想要读一下余英时先生的这篇文章 那既然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以这为一个一篇文章吧 然后之后再读余英时先生的文章